真的很美耶 算是一個很神奇很特別沒有吃過 但是其實吃起來我還蠻喜歡的一個料理 這是水餃 這是水煎包吧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可以追蹤IG跟FBO 大家好我是妍 今天是我們在長白山的第三天 我們今天就是報復性睡眠 前兩天太早起了 今天直接睡到下午一點才出門 然後我們這兩天都會在這個二道白河小鎮 就是逛吃逛吃 因為天池都看過了 我們沒有什麼其他的願望 所以在這邊吃吃朝鮮菜跟東北菜 是不是已經吃到有點害怕了 其實我前兩天吃朝鮮菜 吃到我做莫莫拉披薩跟那個西餐 然後我還超想喝咖啡 今天的第一餐 山順燙火烤肉 驗吃滿味 我們今天太五兩點來了 店裡面沒有什麼人 可能這邊大家都比較塑形正常一點 又或者是說大家現在應該都在天池 沒有人像我們在這邊混 然後這個烤肉跟我們日常吃到的韓式烤肉 其實配置都是一樣的 會有一些醬啊還有小菜 比較不一樣的是這個肉 就是它雖然價格跟雖然差不多 但是份量多很多 我們點了三種糕 一個是黃牛肉條 一個是韓式的豬衣雞 一個是松阪豬 這個黃牛肉條 我覺得可能是當地的牛肉種方案新鮮的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吃到黃牛肉這個餅內 然後我覺得吃起來特色就是非常正 真的是很正 對到你會覺得可能有點難掉 然後在很難藥的那個期限的時候 你又咬一段 就是一個很需要拒絕的肉 但是拒絕起來就是滿足的肉香 所以我自己滿喜歡這個肉種的 真的很神奇 因為我一直以為說如果油花多的話 這個肉就會是比較柔軟有彈性的那一種 但這個豬衣肉可以做到有油脂的同時 也都非常的韌 然後很脆 就是滿神奇的 而且這邊肉的份量真的很狂 我跟你們一般在上海吃韓式烤肉 可能就點三盤肉 這邊我們一樣也點三盤肉 可是每一盤肉都是這麼大 然後我還自己點了一盤草年糕 這是我的心願 然後這個草年糕呢 中規中矩 但我覺得它的醬料調的滿好的 它是介於韓式甜辣醬跟番茄醬中間的一個口味 我覺得比純的甜辣醬還要下飯很多 這裡天喝米酒我們都覺得超不習慣 因為這裡那個發酵的後味真的超級濃烈 是會這樣的那一種 有點像養和朵放到更帥一點 所以養和朵放到固執的那種味道 然後我們不死心點了這家店 店家製釀的這個米酒 一樣的強烈 就是整個二道白河鎮的米酒都是這個風格 但我覺得這個酒是一個越喝越好喝的概念 就你一開始被它嗆一下以後 好像就開啟了這個米酒之路 然後你就越喝越吸管 我很喜歡這裡的沾醬 就是它這個紅紅的 並不是那個韓式辣醬 而是一個比較稀的韓式辣醬版本 然後一點都不辣 但是會有那個韓式辣醬的香氣 還可以自己加一點孜然芝麻粉 我覺得味道超級好 比一般那種韓式辣醬配什麼醋啊 還是油好很多 這是我們點的韓式竹筋機 感覺跟我們一般印象中那種 韓式紅紅辣辣的醬不太一樣 它這個是蒜頭醬油的醬 蠻特別的 今天每一塊肉都讓我吃得很過癮 但是我必須說一下這個生菜 它裡面的菜其實都蠻少的 特別是這個自助業 自助業有夠的 自助業老到有點嚇人 第一節包肉給對方吃比賽開始 藥房也會不會吃的這個烤肉 清椒 然後有蒜 然後很辣的東西 你會加什麼很辣的東西 這個辣椒粉 很辣 但我覺得這個辣好像是辛辣 好像是那個蒜的味道 還是清椒我不知道 好辣喔 有什麼感覺嗎 有青椒嗎 有吃到青椒嗎 複雜太複雜了 那只吃到一個很脆的東西 我感覺是清椒而已 那好辣 可是你克服了清椒的恐懼耶 沒有 我買就沒有很恐懼 我就不喜歡而已啦 吃飽飽啦 我們將一整桌177塊錢 我覺得好便宜喔 真的便宜 倒不是就是絕對值得便宜 是它相對來講 量很大 肉真的有點多 我們現在吃飽了 決定去那個河邊走一走 那附近的風景超漂亮 而且現在正好是秋天嘛 就是整個五彩斑斑斑那種感覺 真的五彩斑斑斑 因為綠的紅的黃的都有 我們竟然悠閒到來逛公園了 哈哈哈哈 奢侈奢侈奢侈 過兩天小鎮生活 因為我們這一天都在吃寒餐 然後沒有接觸到什麼 我們熟悉的食物 所以我們就很想喝一杯奶茶 回憶一下我們在城市快樂的時光 在小鎮上找兩家奶茶店 然後這家小市同學 所以我們看到路人手上拿的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還可以吧 看起來店是有點恐怖 剛剛我們買的時候 就決定從那種技術含量很低的飲料下去買 因為比較不會出問題 會不會就買了一個綠茶檸檬 超好的啊 買好的嗎 就是檸檬綠茶的味道很正常 這杯拿6塊錢耶 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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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狗 阿狗不理你 阿狗 喝喝酒 喝喝看 還行耶 我喝喝看 還行耶 阿狗 我覺得它的奶茶雖然是有一點花工感 但是那個奶味還控制的蠻好的 沒有你那個不給我 它那個芋泥雖然是罐頭芋泥 但其實品質沒有比那種手工做的還差多少 就只是吃起來那個顆粒比較粗一點而已 我覺得還行得很滿足耶 來到了蟬蟬流水的中原 這公園就在我們飯店的對面耶 前幾天竟然都沒有發現它 這天忙著去天池啊 每天找出晚歸耶 也是森林探血家嗎 好旺喔 喔 真的很美耶 妳好美啊 很浪漫然後還有敏銳的劇情嗎 就是我 就是我 狗年生的 對耶 怎麼我是大製作語啊 想像豐富 分析力強 主事平和溫婉 你哪有平和溫婉 心寬福厚 以退為盡 有親和力 浪漫 好情多富有 除了第一句以外我覺得 都不符合 逛公園逛到一半 看到有人在這邊 當成自己家的陽台曬這個 不知道什麼字 我是一個就知道啦 不要啊 都沒有洗 森林探血家喔 呀 這裡真的好漂亮 手機沒有停過 又一直拍一拍 這個就是長白山的某個公園 二道白河邊公園 我們住七天飯店 它就是在七天飯店的對面 只能幫大家都這裡了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已經很融入當地了 我們買了他們的 Local的飲料店 然後跑來這邊買麵包吃 三毛配小獅同學 大家記住 早餐就是這個 標配好了 買了蛋糕 它有很多口味 然後可以一線切 可能在路邊攤販買到會比較好吃 而且這個 攤販好像是我們 前兩天有看到在路邊打 打 在真的打 就是他們 所以 好吃的話 明天可以買一點回上海 我們兩天都 看到了 天氣 看到了 那就很幸運了 現在逛完公園 原本想說走路回家休息一下 結果直接買一堆東西 晚上九點 我們又出現在小獅同學 太想吃新拉麵 找了一家有新拉麵的店 結果人家快關門了 但是老闆還是很可心的 幫我煮了一碗新拉麵 還送了我起司 現在在一個空屋一人的餐廳裡面 自己吃的新拉麵 好幸福 連連晚飯時間 有鍋巴的韓式飯飯 真的很好吃 過癮 然後我們這一餐店 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是這個烤鱈魚 它這個鱈魚 其實感覺是煎炸過 然後再去夾了那個 桂花醬 然後上面撒柴魚 是一種沒有吃過的口感 但是那個鱈魚的肉質 其實做得還蠻好的 然後配上桂花那個香氣 還有柴魚的那個口感 算是一個很神奇 很特別 沒有吃過 但是其實吃起來 我還蠻喜歡的一個料理 這是你的飯後運動嗎 朋友 錯了啦 早安 現在一大早 我們來到這家麵店 它不是一般的麵店 它是一個麵吃到飽的地方 而且還有八種麵 配上一堆奇怪的配料 反正就是來讓我們 試試各種奇怪的麵吃 現在眼前是很壯觀的景象 就是有15種調味料在桌上 這邊的吃法是它會有6種各種不同的麵 像什麼玉米麵 蕎麥麵 高粱麵之類的 然後每一碗麵都是剛煮好的樣子 你可以自己就是加這些調味料 所以來這邊你就可以試到6種麵 加15種調味料 然後還可以搭配自己喜歡的組合 我覺得超有趣 而且最誇張的是 只要18塊人民幣就可以吃到飽了 哇嗚 然後加一點這個 它剛才有介紹 但是我一秒就忘記了這個 反正是說它是陝西拿來包香用的 對 說得非常香的一個油 然後這一排油其實是調味用的 然後其他就是配菜用的 那我就加一點蒜油 這些調味料的味道其實都蠻重的 而且醃餐本身就有很重很重的鹹味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加多 這個玉米麵我覺得它是沒有什麼彈性的 就是一個有點像煮過的饅頭的感覺 對 就沒有什麼彈性 第一個碗蕎麥麵 這一碗我要做一個湯的 然後剛剛那個店員大姐說 叫我們一下拌肉 他說拌肉啊怎麼不拌肉 這是我們點的一個小炒肉 其實有點像是滷肉的感覺 蘿蔔有點奇怪的不要 蘿蔔絲是不是有一點奇怪的 我還是想講 我試試看喔 試試看我自己的味道怎麼樣 這個肉呢 鹹到跟這個湯不太搭 第三碗紅糕涼麵 麵是這種紅紅的蛋一樣 也是那種泡過的麻糬的口感 這邊的麵的口感都差不多 可能粗涼就是這種感覺吧 已經快要吃你了嗎 就已經有點累了 然後我剛剛發現了一個就是 涼麵吃法 麻醬 花生粉 然後再加上小黃瓜跟紅蘿蔔 就變成台式麻醬了 原來原來不覺得麵 真的我妹妹想說好朋友吃完一碗 老闆娘要斷來兩碗 我們現在想到一碗是碗豆麵 一碗是綠豆麵 兩碗豆豆麵 這個碗豆麵 吃起來的那個碗豆味超級無重的 我之前說了我會吃不曉得怎麼樣 我來吃物 好玩嗎 好玩豆喔 老闆娘上菜的速度真的攔不住他 我們就跟他說不要了 然後他說你們一定要嘗嘗這個 好累喔 不可以浪費食物 吃飽之後我們就沿著這個二道白河 來散步 我們就要去一個遠一點的地方的公園 小獅同學 我們現在已經愛上小獅同學了啦 我們現在來了地上 我們現在走到了這個美人松 空中朗道公園 這邊有個很長很長的空中補道 好我們等一下就是要走上去 榔道上去最高層的那邊地下室 是像網格式的空的 我以為這巨高人要發作了 我以為就是一般的榔道 就是你其實看不到下面的話 你就沒有體感那麼高 所以就喊喊 但是 吼吼 吼吼 吼 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美美 他說他現在突然往下看 覺得有點害怕 有點高叫 有點動 他不要上來了 怎麼會發生這樣 來你跟大家講講話來 我幫你按擴隱 來你說 你說來 好高喔 廢物耶 我不要上去了 怎麼會這麼廢的啊 這裡一樣漂亮 你往下看很可怕耶 不會啊很漂亮啊 我都快蹲下了 你可以來陪我走下去嗎 我下去 我下去 人家一大堆阿姨在那邊都沒有怎麼樣 你一個人在那邊害怕 我們應該是來到了雕塑公園吧 雕塑 開始很密集的出現 後面還有彩虹古道耶 它是各種不同的材質 然後不同故事的雕塑放在一起 感覺有點像一個雕塑館 這誰啊 你認識專業這個嗎 對 然後我這個視角 怎樣啊 鼻心喔 鼻心啊 啊怎麼戳葉 尬拍小孩大小 這裡不是一直生靈防火嗎 尬太利納姐弟弟 呱呱呱呱 呱呱呱 解釋一下 我在社族引起 鴨蛇豬 呱呱呱呱 我這樣算不算有種刻板印象嗎 應該不是 我覺得他本來就這樣叫 可是他問到現在 目前為甚麼沒有人叫 就可能你的發音錯啦 就像人家是說哈囉 你叫喔歐魯 那邊阿伯 那邊呀呀呀 他才是刻板印象 欸你的bro跑了 呱呱呱呱 欸 他的bro全部跑掉了 對啊 我們走到了哈利波特裡面的禁忌森林 我們在雕塑工程逛完以後 旁邊竟然是一個超大的森林耶 而且是真的森林 那全部是樹長住了 通往天空的這個視線 而且都沒有人喔 好原始喔 主要是現在可能去夜洋店 然後大家都去常白餐玩了 誰要在這個森林線逛 但我覺得整個二到白 真的這兩天玩現在很好玩耶 很Chill 很值得花一天時間在 好好散步一下這樣 對 你站這麼高什麼意思 獅子王 登 發現的靈芝 他是靈芝嗎 你是靈芝嗎 他會回答你嗎 梅花路都有姑娘了 不能有靈芝姑娘嗎 你是靈芝姑娘是不是 他這邊有毒你還摸他 我們已經在外面閒話 一個多小時了耶 可是都不會累 還滿快樂的啊 而且涼涼的 就累了來到一個很大的商場 原本是來尿尿的 不小心等著點了烤冷麵 現在還有點好吃耶 它是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酸酸的 有點韓式 有點泡菜感的烤冷麵 這一盤夾五塊錢 太便宜了 吃完烤冷麵 直接接著吃我們最後一餐晚餐 滿級東北餐館 我讓你吃點兩個菜 是不是在救你 有五十五塊的鍋包肉 我感覺它真的有五十五塊鍋包肉 太誇張了 這個外面皮上很酥 其實完全不油膩 但裡面的肉就是非常非常薄的一層 我就是徹底醒悟了 鍋包肉就是有這麼薄的一層的食物 我很喜歡它就是 糖醋加一點蒜頭的香氣 沒有太多多餘的東西裝飾它 但我覺得就是飯量有點太誇張了 所以只要適合我覺得六個人吃 對 一個人吃兩三片就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剛剛吃到一半 老闆就送上來這個小米酒 這是玉米的嘛 玉米 對玉米酒 所以招待我們喝 這是我們在長白餐四天以來 喝過最好喝的玉米酒 我們竟然不是都說它有個發酵的味道嗎 可是這個它的那個很新鮮的感覺 對 其實就是養惑多 然後有一點點酒味的感覺 可以拿來這家喝米酒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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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我們點水餃的時候 因為也不貴一份就二十幾塊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水餃有幾個 我說十個 這真的是水餃 這水煎包吧 吃看看 喔 厲害的玉米香氣耶 這是豬肉跟酸菜剁成米 很脆很脆 我其實蠻喜歡吃這個水餃的內餡 但有兩個缺點 一個是太大顆了 另一個是皮燒厚了一點點 吃起來會太有嚼勁 經過了半個小時的努力 我們決定把這些東西打包 大概裝起來之後 還有完整一個菜的份量 這兩天什麼都不錯 就是在二道白河在上面遊蕩 不然以為應該會蠻無聊 結果意外的有趣耶 很充實耶 反正這一次長白餐四天都很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就來不聊的 還有一支影片 有西門影片 我們可以在一起 可以在一起 我們可以選擇 那支影片 我們會不會理解